歡迎收看今天《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人 尤馬兒 零售相關的one day 和人相關的力核 和人相關加出版業界 我依死 繼續講回CW當日事件的一些跟進 後續 講完一些可能一開始講 當日的事件 講完出版業界 方面有些宋審的細節 但其實過往而言 在零售層面遇到這些報刊辦的巡查 要求送審 其實又會是怎樣的呢 因為其實 政府方面 報刊辦每年都會出 大概八至二百次 去不同地方巡查 包括了報刊的報社 雜誌賣雜誌的地方 店舖 或者所謂的色情場所 去做這些檢舉 或者巡查 但是 去回到我們日常生活 一些我們ACG接觸到的事情 如果類似的事情 真的在零售層面 被人做到收書的事情 好像CW 現在 那一向過往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這裏就先說 這裏就先說 就是相關的事情 這裏就不是說 淫審書 基本上就不會理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報刊辦出售的 是他們去查到有懷疑的書 才會去拿去被淫審書審的 而他們做法一般 是很正當的 就是真金白銀去買的 合理合法的交易 他們就不會說有什麼質疑 或者會對你有什麼責任 那會不會事先跟你說 你犯了罪 那會不會說這件事 絕對不會 全部都是很正當地買的 你說有些意圖明顯一些 就會特別買 找一些聖感一些 那些來買 但都是一定會給錢 如果我遇到這樣的執法者 我有沒有權不賣書給他 你知道怎樣執法者 例如是 即是報刊辦來買這本書 我覺得他有問題 而我拒絕買這本書 可以拒絕買給他 是可以拒絕買給他的 但你要提出你的 例如說 我認識的樣子 這些 我賣光了 我不賣給你 或者剛好買 剛好有存貨 剛好有訂單 我不記得 沒有充情狀 當日司徒學見他 有些當主 大家都知道他有幾班 看不看人 其實當主來看見人 就收拾了些東西 距離買的 是說沒有本的 看見當主也很聰明 會這樣做 那這件事 如果是應該要做 是 就是一個百十人 即是想買 你可以有權不買 即是 即是你那一剎 你也可以說 我現在改變心意了 我現在就收檔了 又不是這樣說 你若有壞 我是不賣給你 都可以的 可以說 我現在暫停應驗了 那我就不賣了 是未收拾到 那你就走過來 那我不賣給你 都是一種 看看有沒有人 下次寫著 乖叔叔叔不招待 就行了 即是我可以有權拒絕 不賣給你 可以有權 如果對方出事證件 說一定要買走 對方出事證件的時候 沒有理由你是警察 我就要賣給你 可以說 可以說 他有理由 去懷疑 你那一款 是淫捨物 然後檢驗它 是可以的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要送檢 如果有送檢的話 你就提出證據 我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我這本是合法的 你沒有理由檢驗它 假如你還沒有送檢 那就是 他合理懷疑 通常就是有人投訴 你不要理會他一個也好 兩個也好 十個也好 只要有一個人投訴 那個一個人 都仍然是社會大眾 即是所謂的 社會普遍的道德禮教標準 那就是 就已經是一種合理懷疑 他其實已經是可以檢走他 OK 但其實一般來說 他們不會做這些事 香港政府做事 叫做比較公式化 即是他們是有一套準則 他們只會用那套準則去做 但其實舉例 他真的可能說 即是說過往的經歷 一次被檢控的經歷 是的 口迅 那是怎樣的呢 即是 那一本書 是一本書 就是出事 一本書 那時候就早上買了出來 然後一直去 兩點三點四點 那時候已經是六點左右 五點多到六點左右 然後就開始 有人就走了 叫運 這裡的負責人是誰 當然啦 出事證件那些 一定有的 然後 當要負責人出去之後 他就 提了一張 就是手據 今天我們就在這裡賣了一本書 跟著我們經過初步檢查之後 就懷疑你這本書 就是不合乎這個現有的出版法例 跟著就突此聲明 就會再看他們有沒有相關受份 例如他們 從法例上來說 他們是有權 進去將他們 即是所謂有合理懷疑的書 例如二級刊物 即是未經拋裝的二級刊物 全部下架 或者是第三類的物品 全部下架 是有權地做的 但就看看他們的部份 會不會做 即是執法度 每個人都不同 嗯 有內部指引的 是有內部指引的 但其實 跟一個勤力的員工 跟一個懶惰的員工的分別 這就是一個問題 當他收完票之後 就是中入了這個法律程序 即是其實已經是普通的民事檢控 即是例如你沖紅燈 隨地扔垃圾 之類 就已經是進入了那些普通的民事檢控 跟著他就通常會過幾兩個月之後 這個就要看法庭效率 他就會由法庭那邊寄信過來 通常是假定了 任審柱那邊出了結果 你那本是筆 或者是任施訪物 那就會法庭會寄信過來 那寄信是寄給 就是幾番負責人 就是收據那一個 即是負責人的時候 我要給低我的地址 因為他那邊會給你收據 他就會另外要你填上一些東西 即是做我初步登記 然後他就會寄回去 之後 就是 又是一般 所謂的收票那些東西 就會寄過來 說 現在就是 懷疑你 在哪月 哪日 在哪裏 就發佈這個 不額或人事物品 就會傳召你幾號想停 但是那一刻 其實都仍然是無罪的 然後又去到 即是到你當日上庭那一刹那 到你上庭那一刹那 然後 官都仍然會問你 即是又去列舉回剛才的東西 某月某月 某事何事何事何事 你發佈這個 任食華包、物品 你有沒有做過 你認不認罪 然後這個時候 你可以認罪 那一般來說 除非你說是你有些 嚴重的不良意圖 例如說 你想借住這個法庫 尤其法筆 物品 去分裂國家 搬國 什麼都好 或者是有些什麼 不良意圖的重大利益 透過色情而恐襲 對 譬如透過色情 然後有這個 超過幾千萬的牟利 國際色情牟利 之類 如果不是一般來說 他們都會跟這個民事程序 去檢控這個 數千至一萬 還有留一個 民事的檢控案底 作為這個 懲罰 即是所謂外面有人傳 我聽說 舔了東西就會留案底 即是 剛剛你說的那個程序 是 其實這個 都是民事案底 雖然有人會看得很重 假如有些人是做公職 或者有些要做專業措手 這個民事案底 是非常重的 的確是非常重的 但是假如你說是普通話 出國旅行 登記 登記某某會員 那些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而你的意思就是 我上庭那個 都是我之前寫 收據那個負責人 沒錯 即是 就不是發行商 例如我剛才也說了 一本的上面 它的內頁是要有發行商 和發行地址 這樣它就不會去關發行商 反而會是負責人的事 因為是負責人 去叫發行商做這件事 即是出售的負責人 出售方的負責人 零售負責人 不是印刷的負責人 有個尷尬的地方 如果你說過往零售層面 當然你去檢控那個 是零售方的負責人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換了同人層面 很多時候 賣的和畫的 其實都會是同一個人 有時候是兩個人 那怎麼辦呢 有很多情況 賣的人都不是畫那個人 就是看看 即是負責發行那個人 例如說 你登記檔位 那一個人 因為你登記檔位 是用來賣款的 即是登記檔位 那一個人 有志圖去發行 剛才你也說了 我是這個 寫收據的人 但我都不在 那一刻 他們通常會再傳召 因為照到你 即是跟一個拿走牌一樣 你的意思是否 假設我是幫人買那個 我不是做畫那個 那個檔都不是我租的 我來幫忙 那是否意思是 那個人 當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可以完全說 不關自己的事 之後 我不需要留下任何的資料 給這個店鋪 在食院 不是 那就要看看你是一個 什麼情況 即是 例如你說 我只是賣的 但假如說你是當場 即是在交收過程 或者是他有明確紀錄 你是有交收情況 即是你都是有份負責去發佈這個 淫積畫不合物品 即是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 其實你都是要留下資料 但是他另外 擦除那條罪名就會有少少不同 一手交一手 給本有問題的東西 那個店鋪辦 即譬如他買東西給了他 那那個賣方的那個店員A 都有問題 店員A是 法律程序上是有問題的 但因為 怎樣說呢 檢控上就不會理他的 檢控上是可以理他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證據去檢控他 所以往往檢控就不會理他交手人是誰 就是當主那個燈的人 是 因為他們 店鋪辦是抽樣查辦的 他們在抽樣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留下任何紀錄 都是沒有任何證據去查傳 是交收那個人 即是縱行交易那個人 當場縱行交易那個人 他們是沒有任何證據 所以 不是說不可以查傳 是沒有證據去查傳 所以不查傳 但是到最後做點餘 都是要放下資料 看他有沒有要求 他要求的話 是你應該要放下資料的 但問題就是 看看他有沒有證據去證明 你是有份發佈這個淫屍 法巴亞物品 但是如果那個劃的人 因為這件事 突然一直潛水 那就是你一個店員 都被揹揹了 這個就是 看看是登記的人 因為你登記和劃的人 可以是兩個人 例如你說合攤的話 那就是會找回負責人 但另外當然 還有人說 可能負責人不在場 不在場 就叫他回來 因為好像拿走牌道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說 飲食相關經驗 你喝喝點煌 你拿走牌的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是不可以來過 不可以出境的 為什麼呢 有時候 你做負責人 你都不負責 那你做什麼負責人 明白 明白 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這個其實雖然發來 又沒有點明這件事 但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明天出展 我是負責人 我明天出國了 我也是出國旅行 你們出展 所以其實這個做幫手賣的人 都要很小心這件事 尤其要留意自己所賣的東西 究竟有沒有去涉及這個 包含人士之餘 要知道他們有沒有跟足 所應該要做的條例去做 但我幫同仁那邊問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CW 或者其他不同地區國家的展覽 有時候的期間是很近的 例如說大家都在暑假的時候 可能台灣FF TACOMY 其實那個相距很近 很多時候和同仁組織都會是 我擺完衣檔 然後我很快就離開了 甚至可能說 我根本就沒有時間留在香港 我只是找人來買 可能台灣人身處日本 其實很多時候就會有 剛才可能出現的尷尬情況 就是那個主事人不在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這些情況 我想我剛才明白 就是有人來搜索 申請人的名字 那些人當著在那裡 可能你開始是有 飛去台灣的FF 那你不在那裡 那你不在那裡 那個檔屋 知道都結束了 但你也不在那裡 其實也不關事 我覺得 補充一下 例如說 是去到 報刊辦的人過來發表 找不到負責人 那他就自然要找 現在那間店 不是所謂法律稅的負責人 那時候實際上 那間店鋪哪個權取帶 的負責人 當然 那些人都可以不認 那些人都可以不認 這就是另外一個法律問題 通常這個時候 他會找警察幫忙 但其實我想很少人會 搞到那種地步 那如果我是小精靈 但假如真的搞到那種地步 通常就是全部構畫 全部構畫 假如搞到那種地步 即是如果我是小精靈 那畫那個人 和報那個人都不是我 那我是有權 不去 除非 即是你在那時候 還有 和人有 即是你那時候 還在那個攤口 發佈那一本 已經被人 懷疑做 這個白話 任世物品 然後他們是 即是你發佈的時候 他們上前 他們就可以抓你回去 人莊名獲了 因為知道是你在賣的 又不是說人莊名獲 即是他們見到 有一個人在發佈 這個 你懷疑 這個白話 不認識的話 他們又可以 叫你拿去 即使是小精靈 其實這個位置 都可能會有很大的責任 對 都有責任 當然 他們又去找負責人 又好 什麼都好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小精靈是一定有事的 那個位置 所以小精靈真的要小心一點 小精靈是什麼 即是一些 只是去 幫忙買東西 幫忙買東西 又或者 我只是做後期 其實我永遠都不會在本書裡出面 亦都不會當去出任何面 我只會幫忙買東西 即我不是當主 不是我做申請的 亦都不是我做的 我幫你賣朋友 因為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以為是奇異種子 可能是奇異種子 可能是奇異種子 要說清楚一點 有些少少不同 他就不會來買東西 然後就說你本書有問題 因為有人投訴的情況 他就直接來選 那種就真的掃場 比較明顯 但是那個情況 會是整場 500個檔搜尋 還是數個檔搜尋 那你不會投訴 500檔搜尋 不會 我想知道 究竟電報板 和警察海關搜尋 的投訴 兩者的分別會是 其實兩者都是一個 行政的 撿野酒的人 後來的步驟 都是一樣 就是交上任審處的判 然後去法庭去處理 所以其實只不過是 哪一個去做收書的人 但是問題就是 普遍而言 如果是 電報辦那邊 他去做的 他通常都是一種 比較抽樣形式的巡查 剛才過往的例子 會涉及可能說 會買了一本書回去 然後才說 買完這本書 這本書有得做 說這本書有問題 那他就未必會 整個店舖跟你 翻雙倒籠去做的 但是如果是有人投訴 然後警方或者海關來的話 他就真的可能跟你 看看你的倉裡面有些什麼 看看你的紙皮箱裡面有些什麼 看看你的紙皮箱裡面有些什麼 那種的 會比較地毯式一些 可以說 會有這樣的分別 但是換句說話來說 如果是電報辦的巡查 他所檢查的量 一定會被海關或者是警方 那種收到投訴執行的 那個scale比較細 相對而言 你的法會的份量也會不同 因為報行辦其實是沒有任何權力可言的 正式來說 從法律書來說 他們就算說是商務及經濟發展那邊 出個授權書給他們 他們都只不過是說是有權去質疑 一些懷疑是不下話淫積物 沒有限制發佈 那一刻他們才可以做事 假如說你做好封條那類 他們是不可以質疑內容是什麼 當然他們可以是正式買完之後 或者是另外有證據在手 然後有這個初步懷疑 他們又可以檢走他們買走那一本 是檢走他們買走那一本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檢走他們買走那一本去做 拿去給任審處審查的 但其實他們怎樣都一定是 要給你一張傳單 或者是數據 不如簡單這樣整合先 如果我想避免受到抽查的話 我最好就是 當我懷疑是異級或者不雅 有這個嫌疑的時候 我最好就是自己做足所有安全措施 就是入了膠袋和做了封條 可以有較高的機率 避免被抽查 是可以這麼說嗎 是可以沒錯 但當然我也知道有一個事例 就是當時他們是 即是有一年發生一件事 他們的職員是買完那一本的問題 可物之後 就出去撕破了膠袋 撕破了封條 才再去執法 聽說過這件事 就是本身那個檔主 是已經做足所有的東西 跟著那個職員 即所謂的放射 他就買完之後 在場外撕破了膠袋 回去就告訴那個檔主 你沒有做足 於是告他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 由這個直接 就是當口那邊 拿這個證據 即是你要由當口直接抽版走 即是從法律上來說 他們要直接當口抽版走 即是你另外 你自己買完抽版那些 就只可以做內容審查 就不可以做任何 即是你發佈形式的審查 假如你要告他這個 例如說 沒有封北交道 沒有封條 你一定要在他當口那邊拿 即是假如你時候拿的 你就只可以做一個內容審查 好了 也有一個問題 因為以我所知 今屆三樓的事主 其實有一個情況 就是那個人 再把那本書放在桌上 再叫人去拍這個 證據照 那我可不可以阻止他們 去拍這張照 簡單來說 就是那一樣 是屬於你的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 還是你預備公開發佈的物品 即是兩樣都是你的私人財產 要搞成這個私人物品 指的不一定是你的私人財產 即是例如說 我銀包裏面 我把提款卡 我放在這裏 那你有沒有權去拍 這個就是 那個私人物品 其實是跟你私人有關 即是那樣東西 是我不預備去 作為一個買賣 或者發佈的形式 但公眾地方 是任何人都有權 去引入私人的地方 是沒錯 是有權去拍 但當你提出了 這一樣是我的私人物品 我是可以 即是那一剎那 你是可以收走 是可以收起它 你可以收起它 但如果它已經拍了 那你沒有辦法 那你拍了 是沒有辦法的 唯一說不可以 就是說你在私人地方 是私人地方 這個就死了 但假如是至少在 你見到他想拍你的照 你是可以制止他的 出聲跟他說 並且是可以收起你的私人物品 又不會出現什麼 收起證物 那一類東西 是不構成這個控罪 那我覺得大家 是時候準備一塊黑布 是真的不構成這個控罪的 另外再說一下最後 即是你被傳召上庭之後 官員都會問你認不認罪 你認罪 那就是罰錢 假如你不認罪 那就會進入另外一個法律程序 即是那一刻 通常就會由另外有律師去搞 即是會走回去 你那一天做的事情 你可以自己找律師搞 也可以做自便 主要就是就當初淫審署對你那條罪名 或者警察海關對你發佈淫審 或者不認罪的罪名 在這裏做出法庭判決 其實只有勝訴和賣訴 兩件事 補充一點就是 上述的在座是沒有法律人士的 純粹是憑記憶的一些罪術 就未必代表所有屬實的法律觀點 那所以呢 請如果大家 當時人也好 或者時候有事 最好都是依回法律條文 或者尋求適當的法律意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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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這麼說 法律這些東西是非常專門的 有時候不是說你錯 但是你假如說是有一些專用名詞 或者是當時的情況改不清楚 也有可能會造成誤判 或者是大家要小心留意 一定要小心留意